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再把底下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每一次在你坐前受教 都是我们心里面最喜乐的事 主啊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来说话 把我们从一切的肤浅 不成熟 软弱 有限的里面释放出来 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 让我们的脚步能够上行又上行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又成熟 让我们能够与你更亲 能够与爱主更深 帮助我们在被改变的关系上 我们是持续的进步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我们这一个阶段的大主题是什么 还记得吧 被改变的关系 所以重点是重在我们怎么样跟这位至高的神之间 有真实的关系 所以像我们讲到祷告 祷告是讲到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相会和对话 怎么样子能够在人和神 在圣灵中相会而且相交 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一连串的主题 包括前两次讲波饼纪念主 有的人可能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讲到跟主的关系要讲波饼呢 其实我们越了解波饼的意义 越知道对帮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要讲内室的生活 不要以为是外面的房子 physical的一个建筑 然后有一个内室的生活 有一个人在remodel他的房子的时候 他特别在他的后院盖了一个小木屋 他说是要像摩西一样那样单独跟神面对面 每天可以离开家 离开厨房 离开吵杂的孩子 离开太太的唠叨 或者怎么样 躲到那个房间去亲近神 你有这个能力能够去盖这个房子 我也不反对 但是重点不在外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房子 而是在于我们的inner chamber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内室的生活 有人讲内在的生活 有人讲扎根的生活 因为根是外面看不到的 根是指外面看不到的 但是它却是这棵树 能不能够赖得起风暴的摧残跟考验 或者这棵树能不能真正的长得好 长得高大尊贵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他们学植物系的人告诉我们 他说这棵树 它本身的根跟它外面露出来的树 大概是一样的长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它稳定的力量 风暴来的时候 这个根如果没有生根的话 风暴一来就倒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弟兄到北卡去服侍 我2002年到北卡 格里汉不道营去当讲员的时候 经过北卡一个趟 非常漂亮 整条街就是那种树大概宽到这么大的 都是大树 两旁大概每过二三十公尺 大概三十公尺左右 二三十公尺就有这么一棵 但是中间却断了几棵 倒掉了 接我的弟兄就跟我讲 他说这条街原来是我们整条街 最漂亮最吸引人的 但是前一阵子突然来了一个大风暴 同样的一条街 但是有些树站住了 有些树倒了 而这几棵倒的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根是像横长的 没有往下长 因为可能底下有土浅石头地 让它没有办法深入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生根的生活 是让我们能够赖得住风暴 能够经得起考验 能够刚强站住的一个 很关键的因素 很多人在难处面前 一下就倒了 在事态面前就倒了 因为根不深 不够真实 那么根的另外一方面 植物系的人告诉我们 就是这些植物人告诉我们 你们听过我讲笑话 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这些人告诉我们 就是根的养分 不是靠老根 根稳定的力量是靠老根 根的养分是从每一个根 最尾巴的心发出来的细芽 它来吸收养分的 所以不管是水分 或者土里面的养分 它都是靠根 新长出来 最新最新最嫩的根的末梢 在这里负责吸收养分 所以我们树 长得好不好 能不能挺得住风暴 挺得住考验 跟生根发生关系 根够不够深 同样的 这棵树长得壮不壮大 长得贸不贸盛 长得好不好 那么也根据它的根 所以这个叫做隐藏的生活 这个叫做内饰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 一个人没有稳定内在的生活的话 他一定是外在生活的奴隶 奴役 这是我很多年以前 在一本书上底下的一句话 他没有讲作者 我也不知道是谁讲的 反正一个没有稳定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内在生活的人 他一定是外在生活的奴隶 所以你就发现 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摸着 当然这个ton是我们中间的特殊字 很多人听不懂 就像被很多的事情会搅扰 他很容易摸着你 很容易就搅扰你 你就发现你很容易烦躁 你很容易忧虑 睡不着觉失眠 你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埋怨 有没有这个现象 这是现代生活的人 常常有的挑战 不是这个写照 对不对 我们很容易就烦躁 很容易就被骄扰 很容易就忧虑 很容易就生气 我们这个人就是整个人 好像就很容易被摸着 被disturb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人 很容易被压垮 因为你撑不住力量 撑不住风暴 撑不住风雨的摧残 所以主耶稣讲到 登山宝训讲完的时候 他说那个聪明人 是把磐石建在什么 沙土或是磐石 对不对 他说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个房子 这三样东西 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continuously 它是持续的 雨林一直下雨 那种大雨 一直打 一直打 你不要以为雨是小事 我们现在缺雨 巴不得来雨 如果雨是持续地打下来 的话你发现为什么会有slide 那个山崩 或是这个梨江 刚刚是在洛杉矶是还是哪里 在瓦旋顿是 我忘了 我在外地 我没有看这个新闻 就是slide下来 就把很多人淹死了 埋死了 因为雨打打打打打打打 就把它打掉了 雨林 水冲 河水泛滥 或是海啸来 最近有一个电影 我们那天只是看了一个片段 就是2003年的tsunami来的时候 在南海 它打到泰国的Perkett这个岛上 海浪过来 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 玻璃坏掉 房子坏掉 树倒掉 车子不见 进不起水冲 风吹一样 continuously 他说撞着那个房子 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我们这里里面力量不够的话 我们这个人就被压垮 就沉不住 第三方面就讲到 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被打败 在试探面前 在仇敌面前 我们站不住 因为我们缺少了根 所以内饰的生活 内在的生活 扎根的生活 统统讲到 在外面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在别人面前 我们可以装得很好的 在别人面前 我们可以各方面都很得胜 像最近报纸上也常常报道 很多的基督教的领袖跌倒了 我们看得也都很着急 很难过 怎么可能四十年的时间 活在罪恶里面 但是却能够建了这么大的ministry 有这么大的服饰 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 要很小心 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 都要小心 这是消极方面 讲到根的重要 讲到隐藏生活的重要 讲到内室内在生活的重要 现在我们讲积极方面 我在这里只列四个点 第一个讲到 有这样子内在的生活 内室的生活 我们跟神之间单独的 面对面的生活 第一件事情 它是让我们来亲近神 来享受主 十篇十六篇 说到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地上的喜乐 常常不满的 不过瘾的 不够的 地上的福也常常是有限的 只有在主面前 是满足的喜乐 是永远的福乐 第二个讲到是我们个人 蒙恩蒙福的机会 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 它说你所拣选 使祂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就说祂跟神之间特别的关系 祂不是住在遥远的 要来朝圣的 祂也不是住在外院 只能够在旁边窥探 只能够看一眼的 祂是直接进到院中 直接住在殿里 祂说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殿里的美福知足了 我在说我引用的经文 都只能是代表性的 真要讲的话是很多很多 七十三篇二十八节 也是非常宝贵 你说到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 讲到亲近神 这件事情是蒙福的事情 你知道在讲这句话之前 七十三篇有几节的话 是我们很熟很熟的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我一唱你就晓得 对不对 这条歌我们很熟 后面讲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渐渐衰竭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他讲到这样子的 进阶的时候 他底下就讲到 他说但是我亲近神 与我是有益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亲近主的时候 虽然外面的肉体逐渐衰竭 这首诗歌在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唱得特别有感觉 每一次很累 头很痛的时候 就在唱说还有多久 主要还有多久回家 还有多久可以脱下帐篷 有时候就这样唱 但是唱到这个的时候 不会消极的 虽然外体一天毁坏一天 但是希望我们内心一天 心事一天 虽然我的肉体逐渐衰竭 但是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这是亲近神的人特别享受的 英文有一句话说 No gardener No garden 如果没有园丁的话 就没有花园 我们整个人生 要怎么样子能够活得丰盛 活得美丽 活得不虚耻生 活得能够荣神义人 我们都需要跟这位gardener 有很好的关系 活在他的面前 接受他跟我们亲密的关系 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制作 接受他在我们身上 在美化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一个beautiful garden 这一生能够豐豐豐豐地 带去给神 第三个讲到是圣徒得利 和得胜的秘诀 那么仇敌最怕的 其实就是地跟天之间的连结 因为什么时候地跟天是连结的 什么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 就要失败 什么时候地跟天是连结的 我们就在主的面前 得到了天上来的力量 上头来的力量 得到上头来的恩典和祝福 让我们足足可以得胜有余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 他说谁能够叫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乱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这个吗 是吃饿吗 是吃生肉体吗 他讲了这么多 他讲完以后 他说 No 他说没有一切 能够叫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 他接着就说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 得胜有余 所以当你跟天是连结的时候 不是说仇敌的攻击是假的 不是说仇敌的攻击的力量就减少了 而是我们里面的能力增加了 我们跟天是相连的 所以枝子连于葡萄树 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 所以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跟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你这两节一定要摆在一起来读的 读圣经一定要把这两节摆在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就说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就是离了我 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不晓得大家阿不阿门 我跟你说 我信主越久 这句话越阿门 而且每一次阿门的时候 那个阿门就从更深的地方出来 我都不知道我的心有这么深的地方 每一次讲到这句话 就发现比从前更深的 从里面心服口服的说 阿门 Apart from you I can do nothing 真的 很多年轻的时候 我们祷告也都说 离了你不能做什么 人家祷告完以后 离了主什么都能做 对不对 有这个计划 那个计划 这个方法 Strategy one Strategy two 如果fair的话 再怎么做 我们有很多方法的 祷告都会祷告 但是生活证明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觉得 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是讲什么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就是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就是刚才是 I can do nothing Apart from him I can do nothing 这里说 I can do all things 怎么会从 我什么都不能做 变成我什么都能做 那个关键就在于 到底跟主的关系是什么 当地跟天是连结的时候 为什么是仇敌最怕 因为知道所有的诡计 通通都要失败 因为我们得到上头来的智慧 为什么地跟天连结 是仇敌最怕 因为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 不仅仅看破仇敌的诡计 而且让我们不仅得胜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能够得胜有余 所以这是讲到 跟主之间亲近的关系 所以英文里面有另外一句话 我觉得英文有时候也很简单 但是都很有意思 刚才讲说 No gardener No garden 这边是讲到 No power No service 你没有能力就没有真正的服事 你吸尘器在地上吸来吸去 吸个十遍 比别人都忠心 都负责 都殷勤 但是你没有插上电的话 No service 白做的 徒劳无功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 我们在基督里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请你们注意 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 不然很多的劳苦是突然的 斗拳打空气 奔跑没有定向 但是当你真在基督里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所以很多的诗歌 很多的形容词 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 他说的天在地上开始 好喜欢 我仍然在地上活 可是天却在地上开始 另外一个就是 在地若天 马丁路德 大概是马丁路德讲 他说 好的祷告 能够把神 好像带到人的中间来 把神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 他说更伟大的祷告 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了 弟兄姊妹 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讲错 讲反了 反正好的祷告 不是让天在地上开始 就是你在地若天 我们很喜欢唱的诗歌353首 诸天下降 荣耀满我心 诸天都降下来了 人可以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活 所以当太平天国 洪秀泉 要逼迫一个基督徒的老太太 她说 你再不否认你的信仰 我现在就送你上天上去 她说你不用送我 我已经在那里活了四十多年 在地若天 这么有把握 可能外面没有什么稀奇 没有什么大成就 大恩赐 甚至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姊妹 可是当她面对死亡 逼迫的时候 得胜 得胜有余 讲得这么尊贵 你根本不用送我去 我早就在那里 已经活了四十多年 这叫做在地若天的生活 弟兄姊妹 这次讲到得胜 所以可以过 稳行在高处的生活 我们不是没有爱过主 我们也不是没有像彼得那样子 说过 就算别人不爱你 我总不会不爱你 就算别人都否定了你 我就算你为你死都可以 所以你们这次应该有去看 该亚法的大祭司的房子 看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 那个囚牢里面两个洞 是穿下绳子 是把人绑着 吊着 拉在那个铁门上受苦的 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牢房里面 这样受苦 彼得吓得吓跑了 三次否认 发作启示的不认识他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这里 祂的爱 祂的能力 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 都是借着我们跟祂之间 有对的关系 有自己低手的关系 有真实的连结 而能够无保留地临到我们 让我们可以亲近祂 享受祂 让我们可以个人得到 蒙恩 蒙福的机会 也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 得利 得圣的秘诀 而且在这里 让我们整个人过着一个 稳行在高处的生活 不是一下子这么高 一下子这么低 而是我们能够越来越稳 而且这个稳 是高的稳 不是低空飞行 能够真正在神的面前 过得圣的生活 这次讲到类似生活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 虽然这些我都在别的信息里面 曾经提过 但是因为我们整个ND 整套的教材下来 我觉得这些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应该一再地拿出来 来revisit 重新再来检讨 重新再来面对 重新让神再来对我们说话 就是跟一根长的钉子 你不可能一锤它就进去了 我们一锤 两锤 三锤 每一次打 每一次听 我们就希望这个东西 能够进得更深 能够到最后 跟我们的生活是连结的 是真实的 在这里 我想一般人讲到 主耶稣跟祷告的时候 最常讲的就是主的主导文 他教导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大家都会背 另外我们会讲到 主耶稣的时候 是讲到他个人跟神的关系 他常常退到野地去亲近神 他到山上去亲近神 他离开门徒 自己单独到什么地方去亲近神 这是主耶稣祷告给我们的榜样 再来的榜样就是在克西玛林园 主啊 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如果可行 把这个杯撤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那就是主耶稣在祷告上 给我们的教导 给我们的榜样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 就是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 不是主导文内容的教 而是祷告的方法 所以问人要问对人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问我怎么弹琴的话 那你就找错人了 不要找我 那你要问我怎么做菜呢 也不要你也找错人了 我将来一定很会做菜的 But not now 那是我尚未开发的恩赐 等到将来如果主许可的话 那要问怎么祷告 问谁 问耶稣嘛 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 是圣灵教我们祷告 那圣灵就是耶稣 祂复活的灵 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立了祷告的榜样 祂最会祷告了 祂现在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 所以祂最会祷告的 所以祷告的方法 最好不要去问别人 直接问耶稣 你先把这一节读熟了 读进去了 操练了 真的能够活出来了 我跟你说 你我的祷告生活 一下子会有一个大的脱胎患骨 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真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讲的 我们读 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 好简单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一起来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入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请大家先注意 这个暗中不是在darkness 不是在darkness 而是在secret place 或是hiding 就是他把它自己隐藏起来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不是在黑暗中 所以不要误会 所以在这里 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入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请问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哪一个字出现最多 哪一个字 所以祷告绝对是个人的事情 绝对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要进你的内屋 不要跑到别的内屋去 这里不是说你不要来教会 我现在是讲到 主耶稣的教导里面 通通都是跟我这个人发生关系 进到你的内屋 关上门祷告别人的父 还是我的父 但你的父 是跟我个人发生关系的 然后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虽然可以为别人祷告 你可以为传道人祷告 你可以为生病的爸爸妈妈肢体祷告 但是神要报答我 报答祷告的人 神虽然会祝福他 垂听我们的祷告 借着我们也祝福了他 但是所有祷告的人 是神直接要报答 直接要祝福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圣经 第一件事情 要进入你的内屋 我们个人都有内屋 我刚才讲了 你不用去盖那样子的房子 你也不用像我们 曾经碰到的一个姊妹 说每天早上 她要花三个小时亲近神 所以先生虽然要上班 起来要帮孩子换尿布 要帮孩子喂奶 要干嘛 她说因为我要亲近神 因为我要拣选上好的福分 这种姊妹是应该被纠正的 那个内屋是inner chamber 是指导我们的内心 最深之处 在这里用属灵的话讲 叫做要用心灵和诚实 不要有口无心 我跟你说 我们很多的祷告有口无心 鸭巴们 好像不太赞成 我问你 你今天早上泄饭祷告 祷告了什么 记得吗 不要讲泄饭祷告好了 泄饭祷告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的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吃饭 我的儿子从小 就是祷告都是千篇一律的 谢谢你给我们 这么美好的一天 他祷告了一年多以后 才突然问我 爸爸 为什么美好 这个不好的一天 也要谢谢主呢 他认为是没有好 谢谢你给我一个美好的一天 没有好的一天 他说为什么美好 也要谢谢呢 你知道他完全不懂意思 照样八哥讲话就死了 有口无心嘛 那你今天剥饼 你到底跟主祷告了什么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 假装 假装 大家就注意 假装我现在有这个本事 真的能够请耶稣在这里 然后让你来跟耶稣 讲一分钟的话 你准备告诉耶稣什么 你想一下好不好 真的想一下 假装耶稣现在真的在这里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上来跟他讲一分钟的话 你准备对耶稣讲什么 请问你讲完了以后 晚上回到家 大家一起吃饭 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 彼此分享 你那一分钟 到底跟耶稣讲什么 你会不会记得 大张记不记得 绝对会记得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 我们是有口无心 我们只是一种情绪的发表 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承说 只是一种理想的倾吐 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完了 然后不是用心灵和诚实 不是请心土意 在至高者 在神的面前 跟他发表我心里所有的意愿 发表我对他的爱情 发表我对他的感恩 所以你就晓得 在亲近神的事情上 常常第一关 我们就太不够 真正从里面要跟神交通 有口无心的话太多了 表面文章的话太多了 引经据典的话太多了 有人说你什么时候会变得属灵 就是在祷告中 再也不跟神撒谎的时候 不想你们听懂了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有口无心就这样讲 主要说我愿意全心爱你 I surrender all 当然我不要讲完这个以后 你们都不唱了 我学不立得很难带 那个心愿还是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 但并不代表你不能祷告 彼得说我问你死都可以 主耶稣还是很喜欢听 只是主耶稣知道 彼得不认识他自己 他帮助他认识自己 主并没有说你看吧 我早就说你不行 然后主耶稣就不爱他 No 主耶稣这么爱彼得 所以他复活以后 马上告诉我们 你要去告诉我的门徒 和彼得 因为他就是怕彼得太难过了 太自卑了 太惭愧了 太灰心了 他特别提醒让别人告诉他说 要来告诉彼得 因为主还纪念他 主永远爱他 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人就在他的身上 弟兄姊妹这次讲到要从里面出来 第二个关上门 这里说到要收回我们一切纷乱游荡的思想心思 这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人发现你做什么事情都还能专心 读读祷告最不专心 我不晓得你们阿不阿们这句话 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专心地请举手 你祷告每次都很专心地举手 因为我看到还有人没举 祷告都很专心 感谢主 陈平教一下 你祷告的专心程度 跟你看电视 看电影一样专心的请举手 一样不专心的请举手 对不对 因为你不看 是吧 你就发现地上有很多的东西会吸引我们 你看那个连续剧 你看那个电影 你看那个performance在台上表演 你看那个交响乐团在那里 你都会很专心 但是读读祷告 什么思想都来 哎呀 账单没记 4月10号又快到了 要交property tax 贵到一半就突然想起来了 4月15号接着还要再报税 你天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 一跪下来都想起来了 一跪下来想起 哎呀 这个爸爸好像几个礼拜没收到我信了 我忘了写信了 别的时间都不会想 看电影不会想 就是跪在那边的时候什么都来 而且到处跑 可以人在这里 又跑到耶利哥去了 又跑到加利利去了 我们可以跑来跑去的 飘在石海上或者干嘛 我们的思想就是跑进跑出 但是就是做很多的事 都专心 就是祷告不专心 所以在这里要关上门 第一件事情学习收回 这个是要操练的 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到这个 什么时候思想跑出去 什么时候圣灵一提醒 或是你realize到你思想出去了 你发现你思想出去了 赶快让它回来 不用去认罪 这个不是罪 这是我们救赵生命的本性 就是思想不受管束 思想到处流当 所以当圣灵只要提醒你 你赶快回来 make you turn to God 就是回来 除非你正在想一件事情 想得很过瘾 那个白马王子 他那天居然来敲我的门 你是做梦 他怎样要邀我晚上去 跟他出去吃饭 然后圣灵感动你 所以你现在在祷告 在想这个干嘛 然后你说主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都已经快见面了 等我想完 这个就牵扯到不顺服 只有不顺服的时候 我们要去认罪 或是我们的思想邪恶了 不讨神喜悦了 我们求神竭尽我的思想 但是对这种一进一出 一进一出的本身 你不需要一直认罪 因为仇敌会让你灰心 觉得你这个人没用 你这个人不讨神喜悦 你这个人就是爱世界 你看看 你想要集中在神的面前 都集中不了 所以他会让你灰心放弃 到最后你就 这么重要的功课就没学 你哪一样东西不需要学 Brian是说 他达到这个跆拳道四段 黑代 你以为说 这个只要去考试 就考过了吗 那背后有多少 多少的心血 多少的力量 膝盖坏掉了 换了金属 这个片 还要再继续练 还要再付代价 你看那些奥运的得主 每一个人在身上花多少钱 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 花多少钱 花多少功夫 从小就开始念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念 学习收回 那么也要尽早修理 关不上的门 我说过了 门坏了就要修 在座里面没有一个人 家里面的门坏了 你会任凭他坏 可能这是你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 就是先把门修起来 也不可能一天 一个月 一年 甚至十年 门坏了还是门坏 我们在主信主 十年的弟兄姊妹 我就想问你 十年前祷告不专心 请问十年后 祷告专心了吗 门可以关上了吗 所以你就发现 一种很基本的东西 我们都忽略了 没有去面对它 所以每次祷告主 说要关上门 你就发现我关不上门 但是惊讶的是 我居然不去修门 我们光会用这句话 说要关上门 但是你会说 我关不上怎么办 修嘛 我没有时间讲怎么修 我以前只跟你们 讲过一个点 我现在很快地讲几个点 你回家慢慢揣摩 第一个 你要针对被卡住的地方 什么地方被卡住 让你门关不起来 就把它修理 所以每次祷告 最容易被卡住的点 例如说你每次跪在那里 你心里面想到的 就是在外面读书的孩子 怕他学坏了 怕他不认真读书 怕他乱交女朋友 怕他混帮派 你天天都不安心 那你就开始迫切地为他祷告 你就先专心地 把孩子这件事情 祷告到 像菲利比书第四章说的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世界地 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所要的告诉神 你能够把这件事情 从我的身上 从我的担心 从我的忧虑里面 真正地交到神的手上去了 真正地告诉他了 由他来接管 这个叫做祷告透 他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要在基督里 保守你的心怀一年 你会发现 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进来 所以如果那件事情 你从来没有祷告到 真正平安 真正交托 真正觉得是 交到神的手中 从此以后 我不需要担心的 我只要用祷告 看守他就好了 都叫做 祷告还没有透 就是要继续祷告 迫切祷告 甚至禁止祷告 祷告到神把平安给我们 让你知道这件事情 神接管了 请问在我们手中 比较保险 还是在神的手中 当然在神的手中 在我们手中 比较能够解决 还是在神的手中 比较能解决 当然是神 在我们的手中 比较能给对方 带来祝福 还是真正在神的手中 能够给对方 带来祝福 我们都知道的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因为祷告不透 只是习惯性地 祷告完 交给主了 你会发现 随时那个忧虑的思想 又回来 随时那个烦恼 又回来 一下子把我们打垮了 因为祷告没有透 真的祷告透的话 就一无挂虑 而且基督的平安 在这里 God 看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祂是用军事用语 就是看守 像卫兵看守一样 祂把你保护得好好的 让你可以安息 可以放心 不再忧虑了 这叫做祷告透 所以把卡住我们的东西 先修好 第二个 把那些破口漏洞 补起来 就是我们生活里面 如果有很明显的罪 有不讨神喜悦的 良心有破口 可以给仇敌控告的机会 会让我们很多时候 跪在那里 我安静不下来 因为我活在最终 因为我的生命里面 有太多的破口 让仇敌有机可乘 让我的良心不平安 我不能够在主的面前 真正地遇见祂 第三个 像我们刚刚说的 门有时候关不起来 生锈了 卡住了油 没有滋润 加点油 这个油 其实就是圣灵 你越顺服主 越在主的面前 讨神喜悦 你会发现是滋润的 是圣灵的油 高油藏在我们身上 头上不可以缺少高油 我们的门就容易关得起来 第四个讲到上锁 有时候关上门 被别人打开来 对不对 抽筋闯进来 所以你看我们最常引用的 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 它说你们亲近神 神必亲近你们 你知道第七节是什么吗 第七节的后半 误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逃跑了 所以你根本不要让他闯进来 你就奉主的名赐责他 你把他门锁好 不准抽筋来打岔 你说这段时间 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 撒旦退去 所以任何思想进来 你不要容许他在你里面生根 不要容许他逗留 不要容许他停留 撒旦任何思想来 你就奉主的名赐责他 叫他离开 他说你误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逃跑了 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 我只是讲几件事了 给大家参考 另外就是平常的操练 学习就是随时回来 随时回来 随时回来 这是我刚才前面讲过的 第三个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在这里说到 祷告一定要有清楚的对象 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这也是我讲到 稳行在高处 最大的挑战 还不是在实行的问题 还不在于稳 最大的挑战 我们最常不能够有稳定的灵修 是因为我们的灵修不够高 高的秘诀是但以理第六章所说的 他一天三次 来到面向耶路撒冷 屈膝 在他的神面前 这是高 所以祷告一定要有对象 就是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 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 祷告生活建立不起来 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我们不够真正知道 是在对神说话 我们缺少了一个明确的对象 我再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等一下会后 假装说我们那边有一排的教室 大概有七八个房间 里面每一个房间有一位 是我们中间比较资深的弟兄姊妹 属灵的辅导在那里 你拿一个number以后 三号就进三号房 五号就进五号房 会有不同的连长的属灵的人在那里 那你可以把你这个礼拜碰到属灵的困难 或什么事情能够跟他交通 请问你抽到三号进去 发现是陪明弟兄 然后你抽到七号 然后进来的时候是国豪 那么抽到五号 抽到什么 随便一个号码 结果进来发现是余弟兄 那么不同的人 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的对象不一样 那么你讲话的态度 跟你讲话的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 碰到陪明这么有爱的 body body 在陪明面前一无压力 什么话都可以清楚 讲得很清楚 你碰到国豪 以前是总司令的副从官 军人的 什么东西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呢 对不起 国豪不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是这样子 你碰到我你更惨了 一看到之后余弟兄马上关门 因为你看我以前九三年 我们教会刚刚开工的时候 有一次我到东岸去 我不在 礼拜五聚会 因为就是一个小组 我在的话我会点名叫他们交通 那我不在他们就想说 余弟兄不在的话那怎么办呢 他们说要做我一个像 然后是有指头转的 所以就这样转一下 指到谁 那谁就会交通 连我不在都有这个威力 大家都很怕我 然后你看祷告会 没有人坐我旁边 然后都躲到旁边去 所以我以后都跟别人保证说 你只要坐我旁边 我就不叫你交通 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碰到不同人一定有不同感觉 那请问祷告 没有对象跟有对象 有没有不同 天主教帮你带到神父面前 叫你去跟神父忏悔 让你有对象 现在忙到一个地步 没有空去 他们这个神父那边有传真器 现在有email了 你可以把认罪的东西寄给他 跟他认罪 到枯墙你没有空去 你只要花一点钱 那边有人帮你service 把你的祷告插到枯墙里面去 你们这次去有没有祷告 都有啊 对 那你就是把祷告词插进去 你看戴阳将军六日战争 打圣的时候进耶路撒冷 流泪进去 他说我们再也不出来 他就到枯墙 把他的祷告放进去 他们觉得在那里特别有效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是直接来到至高者的面前 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对不对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这句话就应该把我们提升了嘛 来到神的面前 要有对象 第四个 你附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就是祷告 一定有事情发生的 而且不祷告也一样 我曾经讲过这篇信息都记得 对不对 出埃及记十七章 神百姓出埃及 第一个碰到的仇敌 就是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前面挡 《生命记》二十五章 说到后面追杀那些软弱 落在后面 跟不上路的那些软弱的人 他在后面击杀 亚玛利人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容许我们去承受 神的应许之地 承受神的祝福 亚玛利人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准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 让我们在神的旨意中继续往前 所以耶和华发了誓 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仇 直到亚玛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剪除 因为这是专门拦阻神儿女们 亲近神 走神的道路 承受神祝福的仇敌 所以那天在那个征战上 摩西何时举手 怎么样 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何时手垂下来 亚玛利人就得胜 说到你祷告 一定有事情发生 神百姓要得胜的 但是同样的 当你不祷告的时候 也有事情发生 但是亚玛利人得胜 所以摩西再累 他都不能不祷告 他再疲乏 旁边两个都是老先生 你看亚伦比他大三岁 霍尔也是一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一起扶着他 让他一直这样子举手祷告 直到日头平息 直到约束亚杀了亚玛利人 弟兄姊妹 这叫做祷告 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 不祷告 也一定有事情发生 问题是我们要拣选哪一个 关键在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真认识祷告的严肃的时候 你不会不祷告的 你不敢不祷告的 你一定会祷告 希望礼拜五祷告会 你们继续来 为着自己 为着家人 为着教会 为着这个世代 我们都需要祷告 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 你附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你 祷告的人先得祝福 真的 最后 事情上的三件重要事情 我很快地讲 这都是我从前讲过的 第一个 带着最单纯的信心 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相信 他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所以我们不是凭着感觉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乃是凭着信心 进入祂的同在 我再讲一遍 不是凭着感觉 去感觉神的同在 乃是凭着信心 进入神的同在 他这么说 亲近祂 祂就一定亲近我们 所以 希伯来的作者在那里 告诉我们说 借着耶稣基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而且我们心中的天良 灰芡都已经洒去 就要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信心的运用 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信心的运用 不是在解决难处 信心的运用 是让我们带到神面前 让神来解决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要用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然后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也不是凭感觉 凭感觉你会被骗的 凭感觉 你会更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没有这个感觉 你就进不去了 但是信心是随时可以进 凭感觉 你很多时候 你会吃到闭门羹 你进不去 因为你那时候 没有这个感觉 凭感觉会让你不稳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所以凭感觉 会让你被骗 会让你更困难 会让你不稳定 但是凭信心 是随时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面前 神你这么说 我就这么信 你说我亲近你 你就必须亲近我 所以当我进到内室的时候 我知道父已经在这里了 主已经在这里 我是凭着信心进来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下班回到家 我常常第一件事情 就进我的书房 终于自由了 我说很多的时候 我就带着最简单的信心进去 我说我的手还摸到门把 就已经被圣灵充满了 那个主的爱 主的同在 已经等在那里 这是凭信心的 不是凭感觉的 那个感觉是自然有 是跟在信心之后的 是信心带下来的结果 不是靠感觉来建立我的信心 而是靠着信心 带进这个祝福 带进这个时机 带进这个感觉 第二个要带着渴慕 带着最深的爱慕和需要 所以马太福音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然后诗篇六十三篇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这都是向神发表渴慕的 然后诗篇八十一篇 祂应许我们 你要大大张口 我要给你充满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没有渴慕 你对主的爱也冷淡了 没有了 那怎么办 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 觉得没有那个爱 没有那个渴慕 你不想来亲近神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有 应该常有 但是就算渴慕没有了 就算你觉得爱冷淡了 但是对主的需要总存在吧 对不对 就连你犯了罪了 失败了 跌倒了 长期软弱了 活在痛苦中 需不需要耶稣 需要 所以我说 对主发表我们的爱 慕跟需要 就好像一个瓶子的盖子 打开来的这个举动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瓶子丢到太平洋去 再小的瓶子 太平洋都有可能 不能够充满它 关键是它盖子是不是开的 再大的器皿 大到像美国这么大的器皿 丢到太平洋 太平洋可以充满它 立刻充满它 只要它的盖子是开的 所以关键不在于 我们的大跟小 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开 所以有人说 人的心跟降落伞是一样的 必须打开才有用 懂吗 在神面前 我的渴慕 我的需要 就砰 把盖子打开了 神的爱 神的同在 就开始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说短的诗歌 我需要你 需要你 无事不需要你 且且求主是怜悯 我来救你 我来救尽你 你带着需要来唱 我给你讲 每次唱的时候 好像盖子才开一点 哎呀 那个膏油就进来了 爱就进来了 水就进来了 同在就进来了 弟兄姊妹 这是渴慕 第三个 随时归回的操练 就是 Anytime make you turn to God 你们的心 几时 就是whenever 归向主 帕子 几时就出去 我说过帕子 带来两个最大的亏损 第一个是带来遮蔽 让你看不到 可以看到的 你看我不要别的东西 我就这么一个纸张 我这样一遮 我全部看不到你们 这么薄的纸 这样一遮 我就看不到了 遮蔽 帕子带来遮蔽 让我看不到神的同在 所以当帕子一出去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可以藏着脸 建造主的荣光 所以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们祷告中 经历不到主的同在 因为帕子存在 第二个 帕子带来的亏损 叫做隔绝 他把我们insulate 好像隔绝 一个绝缘体 让电过不去 让你碰不到热 碰不到电 因为它是隔绝的 所以在这里 就讲到帕子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经历的 就是圣灵释放的大能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叫我们自由了 灵释放了 很多聚会不释放 很多的敬拜不释放 很多的信息不释放 因为我们被隔绝了 第二个 隔绝 让我们经历不到 圣灵改变的大能 他说当这个帕子 出去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好像 从镜子里面反照 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帕子 以色列人的帕子 是摩西的律法 你回家继续读前后文 他说这个帕子 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新约圣徒的帕子 可能是我们的罪 可能是我们的小心 可能是我们对主的不顺服 可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 不讨仙喜悦 松散的情形 但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藏着脸 见到主的荣光 我们可以在这里 接受圣灵释放的大能 可以接受圣灵改变的大能 所以anytime we can make a new turn to God 可以180度地转向神 我说到在网路上 他们引用我的话 说可以360度地转向神 我说转太多了 180就够了 360暂时转向神 又回到世界去了 时间虽然到了 我们唱一节诗歌 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好 五百八十首 五百八十首 那个projected tune来得及吗 五百八十首 对不起 我 我们唱两遍 帮我们起个音 你被咬了 在阴灵处与生同伴上 母月花风采灿阳它荣变 我们唱一遍英文好吧 最后一次有中文 我们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虽然我们时间不够 但是我们每一次都要操练 哪怕是只有两三分钟 都让我们全神 全心 全爱 都集中在主的同在中 带着最简单的信心进入祂的同在 带着最深的爱慕 最深的需要 向祂敞开我们的心 说主 我在这里 我需要祢 我渴慕祢如路渴慕水 主 我愿意爱祢 把更深的爱交电下来 让我一生都来爱祢 任何时候我们打岔了 注意力转移了 被仇敌搅扰了 让我们随时心几时转向主 帕子几时就要出去 whenever我们turn to God 什么时候这些所有的帕子 都要出去 让我们可以长着年 享受祂的同在 建造祂的荣光 让我们可以出去一切的隔绝 享受在圣灵里的自由 享受圣灵在我们身上 那个改变的大能 把我们改变成为主的形状 融上加融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主耶稣 我们赞美祢 祢把救恩做得这么完全 祢不禁止在十字架上 说成了的时候 洗尽了我们的罪 除去了我们的咒诅 和永远的审判 当祢说成了的时候 殿里的曼子也从上到下 列为两半 祢为我们买数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使打曼类 让我们这般不配的人 让我们这般因为犯罪 而远离父神的人 如今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进到至圣所 在神的面前 在祢荣耀的同在中 真是让天在地上开始 主啊 帮助我们 真的求祢帮助我们 救我们脱离肤浅 救我们脱离这些智聚的了解 把我们带进属灵的实际 带进真实有内饰的生活 有生根的生活 让我们常常与祢同在 主啊 这个权柄 这个恩典 真是地上一切都换不来的 让我们学习珍惜 彼此勉励 我们一同来得着 这上好的祝福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